花儿与少年儿曾因大量的抓马名场面 被封为明星真人秀的巅峰 名流综艺史册 不过现在这个抓马巅峰记录很可能就要被打破了 并且打破它的竟然不是最新遗迹的花哨 而是50公里桃花无二 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天 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宋丹丹就连上了多条热搜 先是王传君拒绝宋丹丹提议 然后是宋丹丹让人窒息 李雪芹因为她自扇巴掌 汪苏龙被她对到自闭 她创造出的明场面被称为新花学 那么宋丹丹到底有多可怕呢 曾经她的一句话差点断送杨子的演艺生涯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聊聊跌尾天花板 宋丹丹 在第一期节目中 宋丹丹作为在场年龄最大的前辈 又是上一季节目的嘉宾 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领导者的角色 在复盘一天的活动时 她主动担任老板的角色 当着众人的面说李雪芹跟汪苏龙捣乱 还说李雪芹怎么那么懒 汪苏龙没有能力 虽然二人的表情故作轻松 但其实已经不怎么乐意了 后来为了增进大家的感情 宋丹丹又提议要举办一个篝火晚会来拉近彼此的距离 顺便还开始给大家伙指定表演节目 这就好比 在公司年会上突然被老板喊上台表演节目 尴尬和手足无措的感觉十分强烈 因此李雪芹直接在第一时间就表现出了抗拒 可她的意见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宋丹丹对了回去 毫无反抗之力 汪苏龙试图站出来打个圆场 结果宋丹丹完全不留任何情面地拒绝了汪苏龙 还把她贬得一文不值 最后李雪芹只能一脸无语地扇了自己眼光 并委屈地抱住了隔壁的汪苏龙 眼间压下去了一只出头鸟 独裁者宋丹丹便更加积极地张露起了篝火晚会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不咋吭声的王传军开口说话了 作为唯一没有参加演出的人士 他直接非常坚定地表示 我已经回答过了 我不要 在王传军看来 大家目前还没有熟到可以相互配合的地步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很可能来不及筹备 与其慌乱地准备一场质量不高的表演 还不如不做这件事情 看得出来王传军的性格非常敏感 不喜欢那种被别人安排的感觉 这一段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一旁的李雪芹甚至鼓起了肠 竖起了大拇指 而之前李雪芹说一句 他能对实距的宋丹丹 也被王传军这段合情合理地拒绝词 说得哑口无言 他只能用自己惯用的压迫感 企图让王传军就范 可是根本不等他后面的诞识出来 王传军立刻用最淡定的语气 说着最坚定的话 对 我一定不会演的 面对着如此坚决的态度 宋丹丹虽然满脸蕴色 但也只能作罢 这短短的九分钟因为过度窒息 连上了两天热搜 丹学替代了明雪成功出道 实际上 在第一季的节目中 宋丹丹也贡献了很多个 让人气得甘儿疼的名场面 他一出现就追问郭麒麟有没有女朋友 而在这一季中他一上车 就开始逼问几个女嘉宾有没有谈恋爱 宋丹飞也不能直接说自己的前男友 就是宋丹丹的甘儿子张一山了 在得知董璇已经34岁了之后 宋丹丹突然就说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找一个他踏实实的人 脾气好 对你特别好 有的时候就怕长辈的突然关心 董璇的表情透露出的就是又震惊又尴尬 问题是他刚从一个渣男手中逃出来 虽然宋丹丹可能只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心 但是这种被催婚的压迫感 相信每一个是婚年龄的人都会觉得窒息 而且在之前的节目中如果有谁不配合或者沉默 宋丹丹会直接质问节目组请他们来是干什么的 这座派像劫了甲方派来的监工 怪不得王传军会有一句我想汉哥来的感慨 这是话里有话 因为张汉也曾遭遇宋丹丹的围追堵截 在第一季张汉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是一名演员 结果宋丹丹直接问道 你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气的演员吗 我不知道你演过什么 这一番话让张汉完全下不来台 最后他只能尴尬地回答说 我没名 本来说到这里一般人也就作罢了 但是宋丹丹还不依不饶地表示 我不信 你要是真的没名气也不会在这 你一点也不诚实 随后 他更是让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加上自己的代表作 这个片段播出之后 许多观众都觉得宋丹丹的行为十分不恰当 有人觉得他一老卖老 还有的人觉得他就像家里讨厌的亲戚 问东问西 窥探别人的隐私 宋丹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演员了 他出演的《家有儿女我爱我家》 到现在都还是会被津津乐道的经典作品 他多次在春晚上表演小品 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喜欢 可以说宋丹丹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大家看综艺节目 更多的是吐个乐盒 放松心情 可宋丹丹的举动却让人想到了被催婚 被PUA的恐怖画面 让人心里十分不舒服 而且他也并不仅仅是在节目中这样表现 面对自己的女儿杨子 他也是非常强势 在拍摄《家有儿女》的时候 宋丹丹曾经对杨子说 孩子 你长大之后要好好读书 因为你长得不够漂亮 进了娱乐圈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这番话让杨子的心里被受打击 甚至真的产生过自己是不适合演戏的想法 但好在 他最终还是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 顺利地进入了娱乐圈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演技和努力 成为了当红的90后小花 目前杨子的手上 更是握着好几部大报句 能和他抗衡的女演员几乎是寥寥无几 而宋丹丹在杨子走红之后 曾多次在镜头面前为自己说过的话道歉 但在不少人看来 存在着蹭热度的嫌疑 毕竟如果真的想要道歉 那么私底下道歉或者说一次就够了 没必要每次参加节目就自己主动说一次 可能当年宋丹丹说这一番话确实是好心 是希望杨子能够好好读书 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不要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在没有可能的事情上 但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武断地对杨子的艺术生涯下结论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伤害 同样被宋丹丹的强势伤害的 还有他的亲生儿子巴图 在向往的生活中 宋丹丹吐槽巴图说 我生了一个废物 什么都不会干 你看看人家 可问题是巴图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不会生柴火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作为妈妈的宋丹丹也有一定的责任 每当巴图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她总会说 你笨手笨脚的 什么也做不好 完全就是打击式教育的典范 一点都不顾及孩子的自尊心 当看到巴图的脚发言之后 宋丹丹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孩子的伤势 而是笑着对大家说 是不是你自己肯发言了 你从小就喜欢啃脚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接了巴图的短 而且还不过儿子的抗拒 让巴图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在镜头前给大家表演啃脚 这就好比父母在外 总和别人讲孩子儿时的糗事 可能在他们看来真的只是一个玩笑 但是在一旁的孩子听来 确实伤了自尊 毕竟没有一个人 不希望自己在外人的眼里 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因此巴图听到母亲的吐槽后 直接躲到了鸡窝里不肯出来 后来连何炯都听不下去了 而且从宋丹丹毫不在乎的态度来看 巴图在成长的道路上 一定经历过很多这样难堪的时刻 早年 宋丹丹活跃在大小萤幕和话剧的舞台上 大家看到的只是她的作品 和被剧本包装好的形象 在好演技的加持下 自然很多人都觉得她得以双心 但是随着近几年 她参加综艺节目的频率增加 宋丹丹的各种问题开始暴露无遗 在综艺节目《蒙探探探案》中 坐卧底的宋丹丹一直抱怨录制时间太久 导致一旁的杨迪和杀役根本不敢指认她 生怕时间拖得太久惹怒了她 而且因为宋丹丹年纪大她伟大 所以在很多节目里面都掌握了主动权 导致很多观众在观看的时候 总觉得她在以老卖老 王牌对王牌里有一期唱歌曲里的不可能 对方战队唱完之后 宋丹丹每一次都会去诡辩 还夺了财探的即使权 硬生生地让王牌战队输掉了比赛 此外 在某档演技比赛节目中 张子怡和演员聊到剧作问题 表示要有足够的能力之后再去创作 但旁边的宋丹丹硬是插嘴 还用一句我接的烂戏太多了来回对张子怡 不仅如此 在参加奇葩说时 宋丹丹不同意毛东的观点 说出来的却是 你爸这人真不怎么样 我不光不喜欢你 我还不喜欢你爸 惹得毛东当场黑脸 后来毛东淘汰的时候 本场时特意要求宋丹丹 澄清了那句我不喜欢你爸 当然单凭几档综艺节目 就全盘否定一位有成绩 有作品的老艺术家 难免有些重了 就像汪苏龙 虽然对宋丹丹的一些霸道不满 但是他知道宋丹丹的出发点并不坏 可即便如此 我们也需要时刻谨记 恶语商人六月寒 有资历 有嘎味的宋丹丹能想什么干什么 不要你觉得就要我觉得 可能也没有人会当面指出他的不对 但对于旁人来说 每一句恶语都像是一把刀子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宋丹丹的这种做法呢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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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